高雄兩隻黃色小鴨在愛河灣 魅力無法擋 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欣賞雙鴨 也有人是搭乘遊艇出海 看黃色小鴨 但有觀光船業者投訴 遊艇疑似沒有合法 就沒有生意 因為非法的遊艇一直染客再客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在染客 然後用說自己是包船什麼 業者點出遊艇沒有停在正確的位置 也疑似到處招攬遊客 海報寫著一個人六百元 卻說是包船 覺得名詞的定義太曖昧 原本以為黃色小鴨可以帶來觀光收益 結果竟然被外地的遊艇搶走生意 為什麼遊艇可以停在非遊艇碼頭 然後又公開貼海報招攬 實際詢問古山魚市場的營運團隊 南仁湖公司業者以文字回應 有依照申請營業執照 內容包含包船載客出遊 沒有銷售船票 沒有招攬散客的行為 那我們有在古山魚市場裡面 有發現包船的廣告 持續去查核這個遊艇的業者 有沒有直接招攬散客的情況 非自用的遊艇 所以如果有招攬散客的情況 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的發還 這兩隻鴨鴨青青了 兩隻黃色小鴨 二十四號情人節大玩借位青青 而高市青年局也將推出接續活動 說兩隻鴨的愛的結晶將現身大港橋 而圓交節當天一共一萬五千隻 印有編號的小鴨將會努力往前游 前五十名通通有獎 小鴨魅力繼續燒 各種活動都想跟他們有關 靜新聞楊樹 陳珊珊 彩鳳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